大家好,我是Eddie,欢迎来到Chinese Eddie G. Hi guys, this is Eddie,Welcome to my channel. 今天我们来学习HSK第五册第一课的内容,词语变析。 变析的意思是,当我们有两个敬意词,或者是有多个意义相似,相近的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区别一下它们的用法,它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这个时候叫变析。 那变析的英文解释是,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因为变就是分辨,分辨是differentiate。 而稀就是分析的稀,分析是analyze,所以变析就是differentiate first and analyze。 好,现在我们看看今天要变析的两个词,第一个是如何,第二个是怎么。 大家先来看看这个表,表就是form或者是column。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表,这里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共同点就是similarities,然后不同点就是different points。 好,我们从共同点开始说,如何和怎么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可以用来询问一种方式。 询问方式,也就是ask how to do something,所以我们的英文翻译都可以叫how。 比如现在我们来看书上的例句,这个例句是只有知道如何或怎样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高速前进,或者才知道怎么高速前进。 嗯,这句话的字面翻译,也就是literal translation,是only the people who know how to stop will know how to accelerate or speed forward。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或者怎样都是可以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不同点,也就是different points。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不同点,如何它多用于书面语,书面语的意思就是written language。 那怎么这个词它用于口语会比较多,也就是spoken language。 好,比如我们看第一个例句,该如何爱护我们的地球。 how to take care of our earth or globe。 那这里可不可以说,该怎么爱护我们的地球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完全可以。 好,第二个例句,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how did you come here today? 你也可以说,你今天是如何来的? 你今天是如何来的? 不过我觉得这里用如何听起来会比较正式,比较formal。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选择说怎么,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好,我们看第二个不同点,second different points。 那第二个不同点,如何? 它是不可以用来询问原因的,也就是说不可以用它来ask why。 所以这个词不可以当why这个英文单词来用。 但是,怎么这个词是可以用来当作why来表达的。 比如我们看这个例句。 今天怎么这么冷? 今天怎么这么冷啊? How come it is so cold today? Why is it so cold today? 那这里呢,怎么它可以替换成为什么? 今天为什么这么冷? 今天怎么这么冷? 这两句话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以说今天如何这么冷? 那这个句子就是错的,是不对的。 OK? 好,现在我们看第三个不同点。 如何,它可以放在一个句子的结尾,或者说放在句末,也就是end of a sentence, 然后来表示询问状况,或者是征求意见。 询问状况,也就是说ask,或者是inquire, a situation, a condition, 那征求意见,也就是ask for advice or suggestions。 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最近身体如何? 最近身体如何? How is your health lately?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在问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是不是? 健康状况叫health condition。 所以在这里,它表示询问状况。 但是呢,我们这句话也可以说,最近身体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它等于如何。 OK? 大家可以说,最近身体怎么样? 或者你可以说,最近身体怎样? 怎样等于怎么样,也等于如何。 OK?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句。 比如说,明天我们去超市如何? 明天我们去超市如何? 如何? Let's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morrow. How about that? 所以如何在这里的意思是how about that? How about the things you said? 所以它也是表示征求一种意见,也就是ask for suggestion, 或者是在discuss,在讨论一件事情。 然后呢,你就可以说如何。 好,现在我们看怎么这个词,怎么是可以用于聚首。 也就是start a sentence,我们可以用怎么来start a sentence。 那这里它如果放在聚首,是表达一种surprise feeling,就是惊讶,惊讶的感情。 对不对? 它就有点相当于说what这种意思。 我们来看例句。 怎么? 你不认识我了? 怎么? 你不认识我了? 翻译成英文就是what? you don't know me now? what? you don't remember me now?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给一个例句,好吗? 比如我们在餐馆里吃饭,然后我看你吃的不多。 嗯,我就会说怎么? 东西不好吃吗? 怎么? 东西不好吃吗? 这有点像what the food is not nice, or what's wrong the food is not good. 所以这个是怎么的用法。 好,现在我们来练习做一做。 这里有四个句子,我们来用如何或者怎么填空,好吗? 现在我们看第一句。 一,他向经理叙述了自己是如何或者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He described to the manager how he solved this problem。 第二句。 你怎么这么不耐烦? 你怎么这么不耐烦? Why are you so impatient? 不耐烦就是impatient。 那他的反译词是耐烦或者说耐心。 好,第三题。 谁知道他们是如何炒起来的,或者怎么炒起来的。 Who knows how they started the fight? 第四句。 听说你去电台工作了,情况如何? I heard you went to the radio station to work. How is that? 那这里呢,我们不可以说情况怎么。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刚刚我有教过,我说你们可以讲情况怎么样,或者说情况怎样。 这个是OK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情况如何? 情况怎样? 情况怎么样? How is that?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课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节课,不要忘记给我点赞,留言,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Alright, that's a wrap for today's lesson。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